死掉了啦 有沒有看到 我也是那個欸 遊戲直播主欸 你又沒有 在看你不知道在看什麼 我這比遊戲直播主喔 沒有 遊戲直播我現在不是這樣 沒有要有螢幕好不好 就是看你要看什麼 好 都吃飽了啦齁 那我們這個開場先這個 介紹一下我們的乾爹好不好 我們今天晚 欸我們待會晚一點可能會參加抽獎 可能會舉辦一下抽獎好不好 陳冠希希吧 他這個陳冠希堪稱是亞洲最出名的攝影師對不對 依照慣例喔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的乾爹們 這個草上奔木場齁 是好吃的這個土雞蛋好不好 這個都網路上這邊可以搜尋 新鮮的投給阿能健康 好不好 絕對沒有萊克多巴胺 然後這個新的本週新的這個乾爹 這個右手邊這個 tap more有沒有 tap tap more not tap down tap more 達末 這是台灣生產的達末 他有他在做一些這個隨身碟 還有這個 Potables SST TS1 外接式固態硬碟 好不好 在讀寫寿寿命穩定性下面 會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有提供五年的保固 你只需要大家官方網站上 這個 波打客服專線就可以 做這個保固的服務 阿這個有研究的阿我給大家看一下東西好了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等一下節目尾聲齁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隨身碟啦 他準備了數個 這是整隻的 我跟你講啦 我就講了 大家多訂閱小師的 IG阿 YouTube阿 Facebook阿 有沒有 我們有這個 乾爹 我們就盡量 這個拗一些東西來 跟大家同樂 好不好 32GB 這是威曼 隨身硬碟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黑豹 他上面有刻這個 黑豹的圖案 還有鋼鐵人 OK Ironman OK I am Ironman 有沒有 好有準備數個 那當然還有一個最大獎齁 就是這個 欸這真的很貴的耶 這真的給乾爹套的 我沒在賣 TAPMORE這個 固態隨身硬碟 然後他還幫我們 這是512GB的 达末的固態硬碟 TAPMORE SSD 這個上面有小師汽車的 雷雕 喔慢威啦慢威啦 抱歉啦 說不對 好他幫我們這個 訂製的這個 要抽給我們的 觀眾朋友 好大家記得 多多幫我們分享 我們的Youtube IG FB 這樣我們就可以 熬很多的獎品 找很多的乾爹 來跟大家重樂 好不好 很多啦 真的你看 有沒有 對放送事故齁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我們的電腦 就是沒有用 达末的硬碟 剛剛硬碟爆炸了 小 欸有機會看到小師 開箱評測 B&W E60M5嗎 不太有 我 我對M5還好耶 因為我覺得那個車 我不知道啊 有點大台 所以沒有特別 我對M5其實沒有特別的感覺 好昨天有來 我在健身 哎呀 不用客氣啊 健身也可以來聊天啊 健身的時候 組間休息有沒有 對不對 做完一組之後 這個中間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跟你聊天啊 其實有很多人來 看到我在健身 都會跑來打屁一下 雖然那個臉色會蒼白 可能剛蹲啊 或者是剛虧完 臉色會有點蒼白 不過我還是會盡量 盡力跟大家聊一聊 好不好 跟小師買車後 可以洗車兼健身 可以啊 沒問題啊 歡迎啊 我現在缺人家來幫我補 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推重的時候 都沒有人幫我補 媽上次一個人在後面 差點被槓鈴壓死 被槓鈴壓死 甚至就槓鈴老師了 喔對 我要先宣導一下 好像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這個農曆年了嘛 那那個我們小師汽車 每年都會舉辦 在過年前都會舉辦 這個老客戶關懷健檢活動 那歡迎這個老客戶 老朋友 跟您的專屬的服務人員 做一下聯繫 預約 有一個免費的健檢 那裡面包含 我們會測量 比如說你的發電機啊 你的電瓶的電壓啦 有水電 夠不夠 那當然你要順便回來 保養也沒有問題 基本上健檢是免費的 好不好 通常有很多這個原廠啊 什麼免費健檢活動 通常很多都是希望 有沒有 你們回來之後啊 看能不能回來花錢啊 檢查的時候就 順便尿東尿西 叫你回來花錢 啊其實比較不會齁 如果基本上健檢 我們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會有任何的費用 也不會去鼓吹你花錢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每一年都有辦 然後他不是練財 你雨刷不行 我們也會幫你換新的雨刷 甚至燈泡哪裡有不亮 亮度不好 好不夠 那我們就會幫你做這個 免費的更換 雨刷也不用錢 啊或順便回來洗洗車也OK 好我們服務人員也會幫你洗車 大概就這樣啦 那我我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跟你講齁 車子逢年過節 在這個出去遊玩返鄉對不對 車子二手車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會屌恰會購樓 好會在路邊拋錨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們比較比較常見的一些 拋錨的一些 原因齁 但我覺得大部分都是有前兆的啦 那只是一般人 如果你不是很去注意他的時候 好你可能會忽略掉 那我順便在這邊 即使線上有 不是我們老客戶的朋友 我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該去檢查哪一些地方 預防性的去做檢查 然後可以讓你減少這個 拋錨的機會發生齁 不是老客戶老粉絲可以去嗎 可以 來聊天可以啦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人力不夠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 希望還是以我們 跟我們購車的朋友為主啦 那個 一個比較常見的就是皮帶啦 怎麼去檢查 通常我們去看這個皮帶上面的字樣 或者是說你皮帶上面有沒有裂痕啊 發電機皮帶壓縮器皮帶 我覺得壓縮器壞掉還好嘛 壓縮器壞掉只是沒有冷氣而已 不會夠囉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逢年過節期間 冷氣壞掉還好 因為剛好也是冬天 對不對 但是發電機的皮帶就要注意了 發電機皮帶 像我前一陣子就遇到一個 它的那個 墮輪齁 已經 所以偏掉 偏掉之後就會吃皮帶 皮帶就會慢慢的爆裂 炸裂 然後你發電機沒有運作 你就屌恰了 那通常這個發電機要壞之前 理應 會亮一下這個電瓶燈 它有可能是偶爾閃一下閃一下這樣 那那個時候其實就有一個前兆發生 你就要注意去檢查 那如果沒有 慢慢磨損慢慢磨損 斷了 發電機不供電的時候 你電瓶 當你電瓶電用完之後 發電機就掛掉了 所以發電機皮帶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當然你回來我們這邊 我們都會幫你檢查 發電機掛掉就是 夠囉 沒有第二句話講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電瓶我覺得也是 但是電瓶比較不會發生在 因為你當你發起來以後 有發電機在供電 電瓶壞掉就還好 或是容量不夠還好 它只會在你熄火之後再發 發不起來對不對 那第三個購樓就是這個 啟動馬達 啟動馬達也是蠻常見的這個 購樓的原因之一 那啟動馬達通常會發生在 你熱車之後 你去加油 加油是不是要熄火 熄火之後呢 加滿油了 你要再發動的時候 就不發了 就發不起來了 那其實我覺得啟動馬達 為什麼你加滿油之後 再發發不起來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舉例啦 啟動馬達它是一個 靠齒輪旋轉帶動引擎發動 那如果說你在快壞之前 它熱脹冷縮 它裡面可能已經生鏽 或已經接近咬死了對不對 當你車子開到熱車的時候 它膨脹 膨脹之後造成你要發的時候 它轉不動了 卡住了 所以那個時候運氣好的話 車冷車之後你就發得起來 但是你如果運氣不好 整個卡死 通常以前我們比較 老經驗老屁股 如果發生這種啟動馬達 你本來可以發熱車之後 熄火再發發不起來 就膨脹咬死了 我們會拿這個金屬啊 或是硬物去敲那個 邊請人發動 邊去敲那個啟動馬達 想辦法讓它過那一坎 有沒有 啪就轉起來了 那就喔 那就還有救 以前我還用那個礦泉水啊 去淋那個啟動馬達 因為熱脹冷縮嘛 所以我希望把它降溫 讓它縮了以後 可以轉動 那啟動馬達 其實壞之前也會有前兆 就是你可能 你今天早上剛出門 在發的時候覺得 欸 它的打的那個力道好像 齁 有沒有玩過 Google小姐 你打很多呃有沒有 然後叫Google小姐發音 有沒有 它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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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就發動嘛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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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力的發動 那你如果是這個 早上出門的時候 要發動是呃呃呃呃呃呃有沒有 摩托車最常這樣 有沒有 依照摩托車 啟動馬達 要壞掉之前 你是不是在打的時候 那個轉速就變慢 齁 所以那個啟動馬達壞之前 其實也會有點前兆 就是你發動 其實沒有那麼順利的 那剛剛有人講那個 涵氧感知器齁 其實涵氧感知器 我覺得涵氧感知器壞掉 還不至於會讓你夠囉 因為涵氧感知器壞掉 只是你這個公油的比例不正確而已 所以他會亮引擎燈 但你車還是可以開 我記得我在某一集的 YouTube影片裡面有教齁 說其實車內儀表 有很多圖案會亮燈 有很多故障燈的圖示對不對 你看不懂對不對 你看一個富士杜希 你以為有一個人坐在那邊大便 有沒有齁 你看那一個紅色的 背一把忍者背一把刀 你看不懂那是什麼 都沒有關係 你儀表燈裡面呢 你去判定他的顏色 顏色 顏色好不好 看見他顏色 如果是黃色代表什麼 你車還可以開 但是要盡快的去找修理廠檢查 那綠色的燈當然是沒問題 所以你的方向燈是綠色的 對不對 紅色的燈的話 亮的裡面儀表燈的顏色是紅色 就代表什麼 危險 立即這個熄火靠邊停 你沒有 你不能再繼續開了 所以例如 安全帶沒 沒有戲 是不是就是紅燈 你不能開嘛 那你這個 手煞車沒放 手煞燈是紅色的 也不能開嘛 所以你如果不懂得裡面燈號的含義 你去用顏色做一下判別也可以 好 只要燈是黃色 比如說像這個 通常引擎燈是黃色的 所以你只要黃色代表你還可以開 不能開太快 那你要盡速的去回廠檢查 還可以撐的意思 好 再來這個 還有什麼會造成你 屌恰垢 當然輪胎 沒問題嘛 輪胎你要去檢查 你最簡單的就是去看看你有沒有裂開啊 有沒有這個 被插的東西進去啊 胎紋太薄啊 那當然輪胎也會構成你這個壞掉的原因之一好不好 英文看什麼片學的 我英文當然是看這個 復仇者聯盟學的好不好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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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那個片頭吹笛子的那個就是了 好不好 好 還有什麼 那輪胎當然也是啊 輪胎自己自主檢查一下 對不對 那再來一個是這個 煞車分棒 其實有一點難檢查 尤其尼桑的車到了一個年紀 還有以前的Tierra 甚至這個 Focus有一些也會 到了年紀齁 我們真的遇到比較多是尼桑的 煞車分棒就是卡鉗齁 很容易壞掉 就是 他會咬死很容易咬死 咬死了之後呢 你可以開 可是會一直磨你的來臨片會很臭 過熱之後他會整個燙起來 所以煞車分棒的這個釋放齁 你可能平常就要注意一下就是 你手煞車放掉之後 車在開的時候 有沒有 一聲很大聲 就是你手煞車明明已經放掉 可是卡鉗還咬死著 然後你一開之後 他忽然鬆開那種感覺 那那個你的分棒可能就要檢查一下 那嚴重的話他就不釋放了 就一直夾住 好 那感覺就很像我們騎腳踏車 那個煞車一直含著在騎 他就一直磨一直磨 就是卡鉗沒有釋放開來 咬死掉了 好 這個也可能會造成你 你在路邊 你沒有辦法繼續 前進走你的行程 好有可能 那當然剛剛有很多人提到的就是這個 汽油bump 我跟你講 汽油bump也是我目前遇到最棘手的問題 就是汽油bump壞掉其實是沒有徵兆的 真的是沒有徵兆的 你就算是這個點火線圈有沒有 你火星塞高壓線 不可能四缸全掛 假設你四缸車 你掛一缸你車都還可以開 有沒有現在不是那麼多三缸車 對不對 四缸壞一缸就三缸車嘛 你遇到focus啊 還是遇到那個三缸的那個swift啊 就說那我讓你一缸啊有沒有 四缸拿掉一個 一缸的點火線圈還可以跟他跑 所以點火線圈壞掉 還不至於讓你 屌在路邊掛點 汽油bump其實是最頭痛的 因為汽油bump不太有前兆 你運氣好的時候 你發現你在發動的時候怎麼覺得不好發 發比較久 然後忽然就點火點起來了 那時候有可能 你就要去檢查你的點火 或者是你的汽油bump 那有可能是汽油bump快壞掉的徵兆 可是通常我遇到的不太有徵兆 而且 汽油bump有時候以前剛壞的時候 後座椅底下是我們的油箱 他不把油送到引擎室去 以前我們會像啟動馬達一樣 會拿東西去敲 我們會把那個 咬在路邊的嘛 死馬當活馬醫 我們會把後座拆起來 然後就找到汽油bump的位置 就在你的後座的屁股的下面 墊子下面 椅墊下面 然後我們也是會拿東西去敲 希望那個汽油bump忽然活過來 然後送油 好讓我們可以移動去修理場修 但是通常汽油bump掛了之後 你怎麼敲都不太有救了啦 真的被你敲活起來 你運氣算不錯啦 大部分是不會活比較多 就是貨吊車沒什麼好講 而且其實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喔 現在比較新的車有 其實大部分你像我知道大概五年吧 五年以上的二手車齁 其實行車電腦的診斷啊 沒有包含到汽油bump 超奇怪的 他不會跟你講汽油bump快壞了 他也不會亮故障燈跟你說 汽油bump怪了 要掛了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蠻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檢測裡面很難 很難去測試到 去檢查到汽油bump到底 運作或是他的壽命是不是即將掛點 這一點是我們有時候蠻難查出來的 真的是蠻難查出來的 好我來看一下什麼問題齁 所以再來就是其實 剩下的應該 電嘛 反正我跟你講啦 車子不就這些要件組成了嗎 你要有電嘛 你要有汽油嘛 還有機油嘛 缺一不可嘛 裡面有一個東西掛點 你就是車子就是掉下就是購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所以這個 歲末年終見檢 就是在檢查這些東西 那減少大家逢年過節 好出去玩 車子掛掉的機會發生這樣 考爾要掛之前也沒有什麼徵兆啊 不過我講啦 他其實不會全掛很難遇到全掛啦 好有人問說 汽車加裝什麼鎖 小偷比較難偷 我跟你講齁 這個依我多年來 20年來的經驗來說 其實我坦白說 我覺得現在車子失缺率真的不高 通常我覺得 你只要加裝個排檔鎖 拐杖鎖 其實就可以減少小偷 偷你車的意願 我講真的 因為這個偷車這個技術 這門技術是這樣 現在也快要漸漸的 越來越失傳了 好所以願意接手的年輕人也不多了 所以呢他要去開這一些 不管自排鎖啦 拐杖鎖啦 還有方向盤鎖啊 其實對他來講是一個 成本風險的考量 所以一旦他看到你車子有上這個鎖的話 基本上他偷的意願都很低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的攝影機真的是太多了 然後大部分的新車都有一些這個 都有一些失竊險啊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是算這一方面的治安好很多了啦 因為也常常在破獲一些解體工廠什麼 因為解體工廠的那個目標範圍太大了 我曾經分享過齁 大概在五年前吧齁 有客戶 客戶的這個喜美被偷 我是那時候才知道原來 攝影機已經有進步到這個地步了 我原本不知道 我只覺得攝影機很多而已 那他就報了案之後齁 警察把他的車號輸入到電腦裡面 我跟你講那台車幾點幾分 從哪裡開到哪個路口 左轉哪個路口 幾點幾分 右轉哪個路口 幾點幾分 上了高速公路 幾點幾分 從哪一個哪一個閘道下去 全部 只要他把車號輸入全部都秀出來 所以基本上 你有一點難 跑了啦 你去偷那個東西 我已經很久身邊沒有聽到車被幹了 欸你們線上530位觀眾朋友 你們最近 就最近一年來 你們有聽過身邊的朋友的車被幹嗎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周邊很久沒有聽說有人車被幹 19A3的35TFI節能模式歇兩缸會上車嗎 不會啦 其實氣缸歇指這個已經是至少十年的以上的技術了 所以這個技術不算是新的東西喔 他很久以前一些美國車就有了 齁 然後包括後來的雅各3500的好像也有這樣的技術 所以其實現在我覺得氣缸歇指技術你倒是不用擔心 然後氣缸連動他們會用利用裡面的這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凸輪軸齁 凸輪軸 他因為雙凸輪軸嘛 你如果單凸你就真的是連動 可是你雙凸的話你就可以分啦 A凸輪軸 B凸輪軸 一直休息一直動 所以就兩缸兩缸動 所以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我覺得這個你不用擔心齁 然後小思哥 汽車建議全車包模嗎 包模後賣二手車價會比較好嗎 不會啊 我跟你講啊 賣車還是以車況為主啦 還是以你車子的保持的狀況為主 那跟有沒有包模 我倒覺得影響沒有這麼的大 偷車牌有可能 對 偷裡面的東西有可能 我跟你講 如果是一些很舊的車齁 他說快報廢車 那個通常都是跑路幹來代步而已啦 他通常開一開就丟在某個地方啦 那以前的被幹事齁 他是偷好車 偷市場上有需要的車 拉到解體工廠 直接分解 他要你的零件 那個是以前被幹是這樣 那現在我覺得都是一些跑路的幹來代步的而已 那敲玻璃是一定有的啦 以前最常會被敲玻璃的地方就是 你停在那種河堤邊有沒有 比較偏遠偏僻的地方 那很容易被敲玻璃 尤其河堤啦 我跟你講 因為為什麼河堤一面是強 像我們這個南港汐止這一邊 那個重陽路後面不是有個河堤 一路可以通到這個勞河街啦 通到冰江街那邊去 這一整片河堤 因為你停車的時候齁 你一面是什麼 很高的牆 河堤的牆 所以從那一側 不管我在那邊敲玻璃還在幹嘛 其實外面路過的車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河堤特別容易被幹東西 特別而且河堤本來本身如果晚上的話 車流量本來就沒那麼大 所以停河堤其實蠻危險 然後這個請問小事哥 貸款車可以跟車商車換車嗎 欸這往上禮拜有講齁齁齁 你車有貸款的話都可以做買賣 齁齁齁аков 就是差別就是車商會幫你去清貸款 像我最近就遇到一個例子嘛 齁 他那時候買的一台新車 那個新車是家裡逼他買的 不是他喜歡的 那他喜歡 他想要買他喜歡的車 那他就來 然後換 那我們就幫他清藏掉 他前一台貸款 然後等他前一台貸款清完之後 他新的貸款又可以過箭 辦好之後 直接匯款 他就可以交新車 就這麼簡單 不會啦 讲到因为现在两岸的这个运送 比较没有那么热络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嘛 所以说其实这个需求量也没那么大 而且我觉得好 跟大家讲失窃率下降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除了失窃险以外 还有一个是这个大部分 现在的稍微比较新一点的车子 都有保险 现在大家保险的观念比较 比较好一点 会保你没有保假事已是秉事 你会保一个这个第三责任险之类的 那其实这一些责任险 以前比较大宗的 为什么有人要干车你知道吗 很简单 我一台车车头壮烂了 那我回原厂报价 这个车头修要30万40万50万 那我没有那么多钱修怎么办 那外面就去找外面的修理厂 因为我没有保险我要自费 那我没有钱嘛 那我去外面修理厂 外面修理厂说 这干单啊 我要这20万处理好 你车留着 对不对 然后那个这个修理厂就去订货了 我跟你讲 我要订一台这个 喜美 九代喜美的车头 举个例 需求来了 晚上就有人出去处理了 就去弄了 回来就怎么样 车头解体 把车头料件都给你 修上去 不用本钱的20万当然处理好 没问题 所以当有这样的需求产生 就才会造就失窃率出来 你没钱修啊 以前一些年轻人喜欢改车 改K8 改马3 然后出去就消呸 然后撞到没钱修 怎么办 要修便宜就用干的 不用换的啊 用轻的是最小的嘛 对吧 所以就才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嘛 那如果今天大部分的车都有保险的时候 保险公司修理 保险公司会赔啊 保险公司会帮你修啊 你不用自费的状况之下 就没有外面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就没有人家干车啦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音响也一样啊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音响是常被干 是必定会被干的东西 那很夸张啦 真的 那个时候 音响车内影音系统被干几乎是周遭你就是会发生 三天两头就会发生 你就会觉得治安真的有够差的 真的真的 我自己就被干过哦 我自己被干过音响哦 那时候那个失窃率这真的很夸张 那为什么 那时候音响贵 影音贵 那时候原厂这个WISH的影音报价8万块 那我去外面干的不用本钱卖你2万就好了 对不对 干不干 干啊 有利润 有需求 就会有人处理了 对不对 但是后来 像什么安卓机什么 1、2万块 便宜便宜 新的 4核8核 16核 核心啦 核心 东西变便宜啦 就没人要干啦 啊坏掉我就换新的就好了 引擎线主被老鼠咬断 焊桥有没有安全疑律 焊得好的话其实还好啦 但是 我觉得要看你车子的年份啦 你如果车子年份新建议还是换掉 那如果真的有点年纪的就 豆丝基嘛 对不对 以前啦 车子冲 那套修好后 玛丽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哦这个之前有分享过 这个其实 油水混合啦 那套穿起 油水混合其实 通常外面有分修全套跟半套的 那半套的就是 只把你这个油水混合的这个点 处理好就好 让你之后油水不会再混合 那其实比较全套的修理 是你包含气缸啊 弹缸啊 什么全部都要重新再做整套的 但是通常外面 它包太贵你不做啊 它跟你说全套的要五万 你花不下去啊 只好跟你做 说两万五啊 做半套啊 你车还是能开啊 但是车子已经没力了啊 然后车子也会变得比较耗油 而且再一次冲掉的几率很高 跟以前哦 我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一样 其实以前很喜欢改什么半套全套 在改地油的时候 在大陆路 我在大陆路吹过车 推过车 有没有 陪陪瘦去 瘦去哪里塞车 不然就叫同学在后面 用脚帮你踢 等你车子瘦去后你重新弹钢 所有的这个精度准度规范 都已经不是原厂出厂这样子了 而是外厂来帮你做 人家讲CAMBA啦 什么都是外厂来帮你做 已经没有原厂这么精准的时候 那当然你会变得更耗油 那甚至呢 还会再一次缩掉的可能 以前摩托车的时候就是这样 铃木车的零件跟固定耗材很贵 很贵是还好 大概 我觉得跟马自达差不多啊 就是比国产车烧贵三到五成的机会 要看部位 要看部位 真的是有烧贵没有错 雅哥八代二点四需要注意什么 方向机啊 方向机啊 方向机很容易坏啊 还有这个 它的一些天篷啊 椅子啊 扶手啊 都很容易脱皮啊 那剩下还好啦 对啊 八代其实还好 如果要买二手欧收车 最好是买几年车 比较不用花太多钱去整理 越新越好 一年两年三年 四年五年 越新越好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买超过五年以上的进 欧洲车 那你自己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像常常来跟我们买欧洲车的朋友 我们也只能跟他讲说 我给你一个风险最低的欧洲车 但是不是不用照顾的欧洲车 那你如果是用开Lasus开Toyota的心态 他要来开欧洲车 那基本上我只能说你的心态就不对了 我认为是这样了 今天一直断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是我电脑有问题 还是他有问题 那就下个礼拜见了好不好 那那个Swift没有看完的 记得帮我们去看一下 也记得多多帮我们分享 IG好不好 我最近在弄IG 我IG最近有po很多文 所以大家记得去 好 大家记得去追一下 追起来追起来 好不好 我就凹更多的这个礼品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会办抽奖 好啦 下礼拜见啦 Everybody Everybody goodnight 大家晚安